今天下午我们来一起聊聊 财新PMI持续扩张 今年经济如何展望 反映内地中小企经营的财新中国制造业PMI 略是差过预期 但是仍然是站在扩张水平上方 上月报51.3 按月回落0.3 结束之前连续五个月的升势 但是仍然是连续五个月站在扩张水平 其中原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 以及经营预期指数都有上升 但是新出口订单及生产指数 都由扩张区间高位回落 有别于官方PMI上升的情况 负责统计的财新智库就表示 上月内地经济延续企稳状态 虽然需求扩张不及之前两个月强劲 但是企业性型出现积极变化 生产扩张和增加库存意愿增强 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预计随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释出积极信号 企业信心有修复空间 有助于巩固经济企稳基础 但是有经济失救预期 未来内地PMI会继续回落 其实这次公布的我们看PMI数据 虽然说它的这样的一个高位 有了一定的回落 但是仍然在扩张 但是我们看到财新 它有个特点是集中中小企 那么这个方面的PMI数据 其实侧面是反映到中央 在一个财政疏导方面的这个功效 是否真的能起到 因为你不同于官方方面 可能都是一些大型国企 所以这次一个财新PMI数据 虽然有在扩张 但是这样的幅度收窄 想问一下艾琳 你会怎么来看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看到 这个数据都是 通常都是一些中小企的一个数据 比大型的那个数据会略微差一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小企其实他们融资难 融资贵 然后又受到这个中美贸易 这样的一个影响 可能就是对于他们的一个经营状况 会相对影响比较大 但是其实你看总体的一个数据来看 现在官方的PMI 以及财新的一个PMI 都是继续处于50以上 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 中美贸易有可能这个状况会舒缓 慢慢的如果真的谈判成功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整体的一个PMI 应该还是正面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内地最近 不断的有一些换送的一个政策出台 就刚刚就出台这个战转 然后早前早几天其实也有一个 就是将这个定量的一些 就是贷款的转为 就是LPR的一个 就是整体的一个融资成本 肯定是往下走的 所以还是要看就这一次的一个资金 是否真的可以不断的一个推到 这个实体经济去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内地肯定是把 很多的一些扶持是放在中小微企业 然后我觉得就如果真的 宏观的一个环境还是利好 他们的一个经营状况 应该会慢慢的一个逐步做好 但是因为我觉得PMI这个数据 应该也有一点点的一个跟这个旺旦季有一点关系 因为如果你说就是出口的一个订单或是什么的 可能就是你看到就是外国在圣诞节可能这个需求会比较大 然后提前一两个月可能这个出口会增加 然后到呢就是12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减少 所以我觉得就某一方面是受到一些 季节性因素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平均来看 这个数据还是稳守在扩张的一个状态 应该整体的经济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 是包括放到2020年大家还是关注 就是中央拖经济的一个方式 包括我们在看到这个资金方面开始不断的放水 或者是这个解决融资但融资贵的问题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可能又来大水漫灌 或者说你的这个中小微期在当中能得到多少收益 这个是市场接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今天看到呢 内地多个地方政府又开始提早发放这个专项债了 那么具体情况是呢 河南四川在今年首个交易日 合共发行近876亿元的一个人民币专项债 而云南呢就公布在下周一发行超过182亿的一个专项债 那么这是有别于去年啊 在1月下旬才开始进行的一个情况 那么内地的统计又显示呢 目前已经有10个省市披露 在1月份会发行高达2293亿的一个专项债的一个情况 那么渣打就预计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 在本月初来公布发行这样的一个计划 而今年专项债额度有望由去年的2.15万亿元 加码到3至3.1万亿元 来保持一个经济增长 那中信证券更加估计啊 那么这个单是本个月的专项债发行规模 就会达到4100亿 全年可望高达到3.35万亿 分析预计银行流动性充裕和风险回报较高之下 地方专项债仍会受到市场追捧 那么这个事情看到之后 我们从侧面来反映 那您认为在今年一个整体专项债的这样一个发行节奏 明显加快的情况之下 给到我们什么启示 其实很明显 因为这一次是提早在去年里已经有一些审批 所以今年初他们在首个交易日已经公布发行这个状项债 我觉得就是一局整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部署 因为略为提前就是发行这个状项债 然后地方政府有钱可以就是放到这个投资 或者基建方面 所以今年度可能会给到大家会更有信心 就是今年度的整体的一个基建项目肯定是投资会增加 然后对于整体的一个发展 原材料等等的基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行业 应该会受惠 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地方政府可能就税收会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因为我们就早这两年 可能就是打压这个楼市的一个调控政策 可能就很多方面可能企业就经济比较困难 所以可能在降税降费的这一方面 对于政府来说他们的一个税收可能会减少 所以他们肯定要从发行一些债项来直接 然后现在一些状项债就是政府的一个 一个推动的一个方面 所以当提前发行 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个资金 可以投入这个肯定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发展方面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月会在春节前 可能比较多的一些地方政府会公布相关的一个项目 因为你发行这个地方债 然后你还要做等一段时间 就是你已经有可以找到投资人了 然后你才可以部署全年的一些基建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一直看到从内需的一些消费升级 然后从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就希望可以抵消出口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今年如果真的可以加大这一方面的投资的话 经济增长方面我觉得今年也有可能 他们定的一个目标可能还是在6%左右 就是有机会可以达到 是可以看到在基建方面想要下功夫 可以看到这个托经济数据的决心还是蛮高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整个大盘表现上 除了有内营还有内房明显受降准影响之外 另外看到的就是专项债引导的这个基建板块 今天升幅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像中交建 中车 这些基建股今天其实都在创越度的新高 从低位有了一般拉升的一个情况 那么想问一下您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基建股今年只刚刚开始 包括这些相关股份反应也就是近一周以来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看到专项债这样的一个发行节奏 包括在基建的推行力度有机会在今年创新高 或者是继续作为一个重点的话 那我们来看这基建股目前反应的是否充分 是否在今年都有机会的重新回一回之前的辉煌 我觉得这相关的一个板块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波动性的一个格局 因为本来大家都知道基建的一个项目肯定会增加的 但是因为他们每次都要就看他们有没有中标 有多大的一个订单 然后才可以就贡献当年的一个盈利 所以其实在这个板块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困难的 就去进行到最近一个长期的投资 因为他们肯定是每段时间去中标 然后订单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才可以 就可能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收益增长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有相关的一些消息 就有一个就是政府就有一个推动基建的一个决心 可能会短期有一个炒作 但长期来讲了 我自己觉得还是这个板块应该还是上落式的一个格局 但如果你看就有一些可能是做这个重型的一个机械的 他们的一个需求可能真的会增加 就是在提前他们会知道 今年如果真的加大这个投资的话 可能有些企业会提前就是要预备这一些机械 所以他们可能订单也会增加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平常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个用品 所以如果你说就是可能量在这边 投资额在这边 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有多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也不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循环 可以不断的一个消耗品 所以这个板块确实是我自己觉得是比较难去录的一个 一直上升的一个机会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可能短线看一看这些基建股 但是中长线可能会这个设备方面 可能受益的确定性会更高一点 下面大家有机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